好来看的是进入2024年第一场重要的国际性的大选 就是不到72小时我们台湾的总统大选投票 大选影响的国际社会都认为绝对不会是台湾的未来 它包括了亚洲也因此震荡会辐射全球局势 让美国跟中国两大强权在台湾的投票都试图发挥不同的影响力 就在投票前四天台湾人都接到了连发三通的这个简讯国安通知 那么中国大陆发射太空卫星穿越台湾上空 那么有人认为是借选手段之一 而美国众院议长就是选在这一天 在星期二的时候跟新上任的台湾驻美代表会面 高分倍支持台湾民主 据了解北京当局目前全面动用外交体系 在台湾议题上反复的向美方划出红线 距离总统大选投票已经进入倒数计时最后冲刺 外界普遍认为选举结果将对亚洲甚至全球局势带来重要影响 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成为煽动翅膀的蝴蝶 北京当局选在周二下午三点发射的这枚太空探测卫星 就引来各方关注 当时正召开国际记者会的外交部记者吴钊燮 对现场响个不停的国家级防空警报表情明显民众不安 尽管警报的英文翻译把卫星写成飞弹 把防空写成空袭 引发现场不少外国媒体议论 但北京当局在大选前夕 频繁发送气球穿越台海中线 太空卫星又飞越台湾上空 对台施压意图不言可遇 长征二号禀运载火箭 成功将爱因斯坦探浸卫星发射升空 北京官媒强调这回发射的是 中国第一颗大市场X射线天文卫星 目的是用来捕捉爱因斯坦预言的黑洞 与引力波电磁对应体等天文现象 丝毫无关政治 但中方选在我国总统大选 倒数四天的敏感时间点发射 而且路径飞越台湾而不是海面 火箭残骸有可能坠落酿灾 引发各界联想 鉴于当前不论是政府报告 或者学界观察 都指向北京持续增加 对台湾的认知作战 试图影响民众观感 进而让大选结果 能靠近北京乐见的状态 现在中国他在干预 台湾选举 他使用很多的一些先进的一些科技 发展出来的一些平台 他也用人工的智慧 来去进行所谓的认知战 北京当局在选前敏感时间点 发射卫星等动作 更被外界指向戒选 这也让台海情势的 另一个主要参与者 美国无法轻易做事 美国中议院议长强身同样选在大选前 四天的敏感时间 在议长办公室与上月中刚上任的 台湾驻美代表余大雷会面 半小时会谈期间 强声表明与台湾民众并肩同在 支持民主并且捍卫台海 同时祝福台湾大选顺利 美方高分被支持台湾民主的同时 北京当局则动员外交与军事沟通管道 反复在台海议题上划出红线 包括被外界视为有可能接替王毅 成为中国新外长的中共中央 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 近日率团访问美国 中国的国防高层官员近日也赴华府 与美方国防官员展开两天会谈 中方一而再地呼吁拜登政府 恪守不支持台独立场 连驻美大使谢峰周二在纪念 中美建交45周年研讨会上的演说 也重申同样的观点 中美两大强权高度关注台湾大选 甚至想方设法施加影响力 这让当前紧张的台海情势 更成为全球关注焦点 但分析直言最关键的时间点 恐怕还在后头 对于全台民众尤其是 在两岸第一线的金门人来说 选战打得再凶都不是问题 只要两岸平安不打仗 就是最高原则 TVBS新闻综合报道